学我 学人说话可倒霉 学人说话可倒霉 我没上演了 我这后辈的师呢 能把谢金和李赫东都吓出汗的 除了副总罗云平还能有谁呢 而且罗云副总不仅敢威胁师爷 还敢直接给师爷起外号 叫他大个子 长三个什么时候 说这个以后我怎么冲我谢金呢 然后师父说 小男人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样 我怎么这样 其实啊 在早年间 郭老师外出表演时呢 就爱戴着徒弟 但谁能料到 当时的罗云平面对师父时 就已经展现出副总的威严 真可爱 这样的孩子 不 部门 是不错 罗云副总不仅敢让师父鞠躬道歉 还敢喊铅大义一声铅 罗云副总 铅 但是就叫了一句铅 应该的 应该的 马上咱这关系就进了 一直也不远呢 一直也不远 其实作为掌管着德云社商演大全的演出部副总 当有人说项上演员想办专场男时 咱们罗云副总表示 这就是小菜一碟 这根东西呢 不一样 来点儿说像吗 有 男的 能说的话真好看 哎 才真是 没有能够男的 二人不办 谁就办 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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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